萬里藤六爺 先做好體重的控制 只為今年27歲的肖仙市 加上有大股的基因 休息時點點讓董二爺 因此電視感到很滋味 今年又因為吃飯之前 惠藤搶到224 是正常人的2-3倍 較近是唐胖症 經過醫師的建議之下 沒有開桌 再控制因此和運動 也成功穩定惠藤 並且散了21.8公分 摧毀主信更健康 他曾經高達140公斤 連酒駕都不敢 頭過因此和運動 不然是成功穩定惠藤 而且又減党21.8公斤 摧毀主信更健康 蕭玉凡表示 他自小便就大口 提供在國中被夾的時候 就要打肉 曾經七過六個的減党 但是都沒效 在今年中 看見是唐胖症了 馬上就沒命中發財 都告別他們的減党課程 我從國小到大學中間 綠綠區做了六色減重 在國中的時候 那時候以前 常聽到那種單一的 蘋果減重法 一天一蘋果或一餐一蘋果 這樣的減重法 到最後就是 可能瘦兩三公斤 但是馬上又負胖回來 國中的時候就聽那種 純吃肉的減重法 也是嘗試過了 也是很快就負胖了 到最後才了解到 這種均衡的減重法 比較健康 而且瘦得比較快 疑書表示 唐胖症是 糖尿病跟胖症 經過條件發言 台灣人體重過重的 比率是越來越多 若是大股問題 長期沒有解決 未來的就糖尿病的 風險是一般人的死背 要改善大股問題 主要有飲食、運動 藥物治療跟手術治療 中等式的方式 其中飲食跟運動是最重要 那我們知道說現在 國人肥胖的比例是越來越高 同樣糖尿病發生率也是越來越高 那這兩個是息息相關的 因為肥胖它有可能造成各式各樣的疾病 包括心臟病、糖尿病等等 那我們目前的概念 就是希望 現在治療能夠走向 以肥胖為中心的治療 因為你只要能夠把體重減下來 事實上相對你後面發生這些疾病的比例 也會慢慢的降低 那要怎麼樣做減重 這四個最基本的元素 就是靠飲食、運動、藥物和手術 這四個概念 那大家自己可以做到就是飲食和運動 那飲食最基本 簡單講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定時定量 不要有一餐沒有一餐 或是大小餐差很多 然後均衡的營養 那再來就是把熱量能夠盡量降低 熱量低 體重就會減輕 那第二部分 運動部分當然就是希望大家能夠養成 規則的運動習慣 而且要循序漸進 如果你本來沒有運動習慣 先從比較輕度的 慢慢夾到重度 慢慢重度 把這個運動的強度提升 醫師也建議 運動的重點是由於專層肌肉 提升基礎代謝率 甚至沒有打到減少的體重 和票變大口回來的目的 建議減重的人 要拆除間鮮性運動的方法 以輕度、重度和強度運動大部的進行 全面提升心肌能力和支援力 和對減重有幫助 新中華新聞北方林中華 彩虹報德